他被尊为世界冰雪鼻祖 历史却并未给他留下重彩的笔目 究竟是怎样的缘由 令他展露出军事才华 写下一部旷世兵书 经济收看原文地图《孙子兵法》第一集 《孙子兵法》第一集 《孙子兵法》第一集 工人不断地敲击和挖掘 一座在静墓中沉睡了两千多年的西汉古墓 被意外地惊醒了 沉沙淤泥的长期浸泡 令古墓中的棺火被掩盖藏匿起来 大部分遗迹和陪葬品都张连在一起 不易被查局 至此之际 时任山东省博物馆工作人员的吴九龙 恰巧森林挖掘现场 在木坑的土堆边 他和同事们有了意外的发现 挖木的那个木坑的上面 发现了一些深褐色的竹片 当时我们就认为这个东西很重要 甚至于上面有什么齐桓公 什么孙子 燕子 这样的字样 经见点 这些流逝在岁月中的竹片 正是孙子兵法古代竹简的残片 老语记载的笔墨 源自汉代初年 是至今为止孙子兵法最久远的版本 也因于此 银雀山汉墓出土 被列为新中国三十年 十大考古发现之一 孙子兵法是中国乃至世界现存的 第一本系统而完整的兵书 它揭示出战争的普遍规律 和竞争取胜之等 蕴含其中的谋略计策 作战方针 兵法思想 曾深刻影响后世两千多年 目前它至少被翻译成 二十九种文字及百种版本 在世界范围内广为流传 作为兵家智慧的源泉 刻地制胜的法宝 孙子兵法的作者 被认定为人类历史上 第一位系统军事理论专著的撰写人 然而孙子兵法究竟是何人所著 却曾经是长期困扰史学界的 未解之谜 据《史记孙子无起列传》记载 春秋战国时期有两个孙子 一个是距今两千五百年 春秋后期五国的将军孙 一个是距今两千三百年 战国中期 其国的军事孙兵 那么谁才是孙子兵法的作者 其实很早就有很多学者怀疑 说孙子兵法是孙兵所作 说他所谈到的内容 很多应该是在战国时候的事情 有的学者甚至于认为 孙武不存在 只存在孙兵的兵法 曾经让五九龙 乃至更多人为之欣喜的竹简 今天陈列在山东省博物馆内 四十年前 正是他们的出土 令扑朔迷离的历史争端尘埃落定 当初在银雀山 与孙子兵法的汉代首抄竹简一起出土的 还有失传一千七百多年的孙兵兵法十六篇 两部兵书同见天日 也令孙武孙兵各有其人 各有其著作的历史事实 昭然若惊 简上有明显的 吴王问孙子 这个孙子一定是孙武 还有的简上写着 齐威王问孙子 那么这个孙子一定是孙兵 因为这是不同的两个时代 所以这个就解决了 吴孙子和齐孙子 在历史上都是存在的 而且各自有兵法传世 千年俱诵 一朝得逝 孙子兵法的作者 被确认为我国春秋时期的军事理论家孙武 孙武被后世尊称为孙子和世界兵学鼻祖 时至今日 他的兵学思想依然经久不衰 孙子兵法所体现的 不仅仅是运筹于帷幄之间 决战于千里之外的骁勇气魄 还渗入了众道保民的人意观点 以及唯物辩证的哲学思想 然而 就是这样一位 大开了兵学谋略保护的作者 历史却并未给他留下重彩的笔目 金人唯有根据他的生平日臣 从中推断 在孙子兵法问世之时 孙武刚直而立之年 且在此之前 他甚至从来没有参加过一场 十级以上的真正战事 那么究竟是怎样的缘由 令孙武展露出军事的天资与才华 他又曾有过何种遭逢戒遇 才得以写下孙子兵法 这部旷世兵书呢 孙子武者齐人也 这是两千多年前 司马金在史记孙子武启烈传中的表述 今天有关孙武是齐人的礼籍考证 已经得到了普遍认同 但追根寻缘 孙武的先祖却非齐国的臣民 在诸侯温正的春秋初期 与强大的齐国相比 陈国不过是一个实力示威的弹丸小鹏 却内乱天人 公元县六七二年 孙武的先祖陈国立功的儿子陈凡 必乱投奔到齐国 齐桓公对这个盗帮者的才华先得 早就有所耳闻 便封他为公正 负责管理办公室 陈丸上任之后 帮助齐国完成了公盖天下 弃盖天下的争霸目标 受到齐桓公自封土地的奖赏 陈丸一个是为了感激齐桓公 对他赏赏徒弟 另外让他担任这么高级的官职 他就把自己的姓由陈改为了田 陈丸这个时候开始就称为天丸 田丸自私得意在齐地榨根 家世逐渐兴旺起来 最终成为贤贵盈门的世袭贵族 家庭成员多权情朝野 其中不乏一些能争善战 统领三军的英勇武将 孙武的曾祖父田环子 与孙武同为田氏后裔的大司马田壤君 都曾是其国著名的将军 一个人他要形成一种思想 一个要有一定的历史背景时代条件 另外还有和前人的一些继承关系 孙子的冰雪思想的形成 有深厚的家学渊源 大约公元前552年 一个新生命的诞生 令显赫的田氏家族 沉浸于喜悦之中 尽管家人难以遇见 这个孩子会有怎样的人生之路 但希望后代继承将门午夜 却是家族成员共同的心愿 他们决定给孩子取名为武 武的字形由指和歌两部分组成 指是脚趾的象形 表示行进 歌代表兵器 足歌并力予以行歌为武 或许这也寄予着父辈们 渴望孙武日后能够立足持歌 孝沙场的期盼 然而一位本来出生在田家的匠门之子 为何会以孙武之名流芳百世呢 公元前五二三年一个深秋之夜 举国季征城北南高山军兵之上 正在寄境中 肩负着巨大的沙迹 孙武的祖父也就是田凡的第五代士族田书 受其警督之命 率兵准备攻打季章城的城池 田书派兵勘察了季章城的地势和敌情 发现这座城池居于高岗之上 四周是深沟显赫 城外四面又有重兵把守 田书认为子弟不容强占只能智取 田书他就发动自己的军队 去偷偷的来到城下 他就成举国他在兵力调动的时候 让他们七国的部队化装成老百姓混到城里去 趁着夜幕的降临 混入季章城的气军在城内百姓的帮助下 从城上放下一根粗绳 城外的七国士兵依次盘着绳索爬墙而上 不料在此过程中绳索突然断 田书集中深圳他在城下高盛寒说不好了 七军进城了 寒生很大呀 结果把这个吉隆城的手军下的也不知说错 居公共在睡梦当中警醒以后听说七军共建城了 黄旺带着他的家军开西城门逃走了 田书在这次法举之战中称为手工之臣 他的谋略受到齐景公的大加赞许 史书还记载了齐景公表彰田书的两项决定 景公自姓孙氏实财于乐安 在当时被君王赐姓是最高等级的宗法奖励 这对于一个将门之家无疑意味着莫大荣誉 于是田书的家族统一改姓为孙 孙武也自然跟从了父辈的姓氏 有关齐景公对于田书的另一项奖励 史财于乐安 是说君王把乐安作为封地赏给田书 供他作修养生息的史财之一 乐安也成为了孙武出生成长的地方 然而两千多年过后 乐安古城已在朝代的更迭中销声匿迹 由于已知的先秦文献中 对齐国乐安没有明确的记载 因此这一古城究竟地处何方始终不为人知 关于孙武的故乡究竟在今天的何地 也引发了诸多争议 长期以来 人们只能在仅有的一些古籍记载中 通过细致末节的标示 去推断千年之前古城所在的位置 古籍中的记载是否就是千年之前 其国乐安的城址所在呢 您正在收看的是人文地图 1990年 位于广饶县城北不到15公里的草桥村 一处古城遗址引起了专家们的关注 考古人员对部分城墙 城豪进行了勘探调查 从而初步判定了这座古城建造的时间 这个城址最晚建于春秋的末期 到汉代由于发大水冲回 后来又进行了重修 那一直就到北魏时期才被毁掉 历经文献的考证何时 考古人员推断 温宇广饶县草桥村的这片土地 就是齐国的乐安故城遗址 对于曾经施采于乐安的孙悟祖父孙叔来说 这片土地或许寄予过他无限的情感 沙场点兵在狱而归 才有了天子犒赏的这片繁衍后世子孙的疆域 正是在这样一片沃土之上 孙悟逐渐长长起来 伴随他的是军事家庭的世袭出身 以及孝傲诸侯的强旗文化 一部兵书问世的背后 一定历经过长期的孕育过程 国与家的背景 对孙悟日后写就一部传世兵书 又产生了怎样重要的影响呢 孙子兵法 国与大师 四乡之地 尊王之道 今天课堂上朗朗的读书生理 孙子兵法纪片中的内容 作为全书提纲协领的开篇 早已成为了永恒经典 这些精辟的国语融会着先人思想的精髓 被孩子们饶有兴致地学习和顺读着 然而在两千年前 兵法作为一种秘籍 却并不像如今这样可以大规模地口耳相传 只有那些贵族家庭的子嗣 才能够一睹先者兵学著作的真容 老百姓当时看不见书的 看不到文字的 只有贵族的身份 只有那些有 或者说在贵族里边有天才的这些人 才能够都懂那个精实所长 出生在一个匠门世家 预览着常人无从得见的兵书古籍 孙武开始研读兵法之学 其中家族成员天壤居所著的兵书司马法 竟要阐述了战争观念 制军原则和军法制度 曾是孙武反复参阅的谋略要素 借鉴这些秘而不宣的兵法 孙武得以较为全面地总结战事的规律 他也看到了他之前的兵书和很多类的兵学资料 他不仅总结了冲秋时期的战争经验 而且对冲秋以前的战争经验 也进行了认真的思考和总结 由于祖辈都在朝中担任武将 孙武自幼便时常听闻到一些经典战役 他在耳如默染潜移默化的家庭熏陶中成长起来 观摩祖父和父亲的对异过程 并随同推敲头子之策 日渐成为他思考计策运用谋略的一种兵学启蒙 博弈之术 棋盘双方仿若两军战场厮杀 更是攻守转换的争夺较量 孙武从棋局中体悟着兵法的玄机 虚实结合随势而变 无论开局中盘还是定势残局 都可以体现出策略和智慧 在孙武看来 对异和军事上的运筹帷幄 调兵潜将有诸多相通之处 然而棋盘上的对决 毕竟不过是排兵部阵的模拟 真正的军队操练又会是怎样的情形 历经战乱分杀的土地 是否会呈现出萧瑟的景象 硝烟弥漫过后 能够映射出怎样的冰雪规律 怀描述 华揣诸多疑问 争容出入 白寝台 作为祁环宫会蒙诸侯的地方 曾经有着烈烈不可一世的毕业 七景宫时代 这里成为金戈铁马 骁勇纵横的引兵场 孙武曾至此当年 观跃到不平排阵的冒测变会 烈烈惊奇 斗布回营 临体合宝 收缩尽土 杭国之事 令孙武顿然领略到军事的力量 它关系着将士的存亡 决定着战争的成败 也影响着国家的精神 射术和御术是其人手练的功夫本领 它主要用于长距离的攻击 是战场拼杀的基本技能 孙武对此颇有兴致 他曾废寝旺时刻苦洗练 并与众人一同玉四弯弓 希望通过亲身所学 体悟作战的技巧 积累用兵的经验 然而 就在孙武一心探究兵法谋略 武学要领 思索着如何以智能之力 定过安邦的时候 曾经强盛安营的土地上 正在逢人变坏 硝烟丝气 战争的铁骑 开始不断蚕食着 齐国争霸的梦想 历史又将会赋予孙武 怎样的命中 怎样的命中 迅马坑 陪同着一位 常年于此的齐国军王 齐锦公 齐锦公啊 这个时代啊 表面上还是很强大的 但是齐锦公已经有很多腐败的东西 比如说那个 那个 巡马坑 齐锦公养马一养就几百匹 当时有那么多马来巡战 你想想齐国有多少马 据统计 整个坑内驯马的数量 在六百匹以上 可以装备一百五十多辆战车 但是 如此众多的战马 却未能纵横沙场 而是伴随着齐国深重的危机 一同深深地埋藏于地下 齐锦公后期的腐败 令已经日渐衰微的齐国政权雪上加霜 内乱暴动如瘟疫一般 在这片土地上蔓延开来 暗流涌动的政权斗争 引发了社会动荡 也触及到孙武的安危 大约公元前五一二年 田 暴 国 高 这四个全是显贵的家族 开始在复杂险恶 而与我诈的权力争夺中 相互倾压 曾经为齐国立下汉马功劳 与孙武同为田氏后裔的 大司马田壤君 屡遭谗言 抑郁而终 这对孙武触动很大 身为一家权贵 军事的才华尚未展现 又怎可卷入到全力的漩涡之中 孙武不愿纠缠其中 产生出投奔他国另谋出入的念头 一个春日的黄昏 集水之盼 已尽而历之年的孙武 望着川流不息的河水陷入了沉寺 这片祖北市居的故土家园 因为武力的征服和庇护 曾经是何等的强盛 但统治者的好战 却带来了自焚之患 祸不玄众的内乱 轻率地把国家与人民 拖入了战争的深渊 同样是战 强兵复活的意识和穷兵独武的盲目 带来了兴与衰 胜与败的不同结局 战争究竟是为了什么 兵者国之大事 此生之地存亡之道 不可不察也 这其中既有望战必危的警示 也有不可恋战的告绩 此时留下这一传世名言的兵家先者 早已踏上了别离故国的遥远行程 手握着一部在故乡撰写完成的兵书 孙武躲避动荡 一路难行 传说他抵达无都之后 来自郊备的山林中隐居起来 甘做一位潜信兵学的山野银者 此时山外的世界依旧硝烟迷茫 而藏意山中的孙武 也在时刻关注着乱世春秋的局势变动 他期盼着有朝一日能够为国之大事 建言献策 展现出兵者的真正价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